Hello大家好,我是Rosy 今天呢我要试吃一个从来没有吃过的东西就是 当当当,青团 其实早期的时候是在清明时节 江南一带的人有吃青团的风俗 但最近几年每到了春天 网上就刮起了一阵吃青团的风 于是它就成为了网红 然后最近在微博上看有朋友说 墨尔本也有青团卖了 我就赶紧激动的去订了一份 马上要试吃网红了 我真的有点兴奋 然后我这一次订的是蛋黄肉松馅的 其实它还有芝麻红豆馅的 但是我平时无论是吃粽子还是吃月饼 我都喜欢吃蛋黄馅的 所以我就买的这一种 我现在已经有点迫不及待了 然后我昨天把它稍微冷藏了一下 所以今天要把它稍稍的蒸一下 我们马上就回来 我现在就吃了一口 大家看这个青团长得好可爱 然后它皮是绿色 是因为它是用艾草和糯米粉一起做的 然后据说吃起来会有青草香 那我现在就咬一口看一下是不是那么好吃 我觉得还不错 但是我在里面怎么没有吃到什么蛋黄 全是肉松啊 你们看 你们看到这个馅 没有看到什么蛋黄 但是它吃起来会有那种蛋黄的味道 我觉得如果不是拍视频啊 我两口就能吃掉一个 我觉得好吃耶 它的表皮其实吃起来没有那种青草的香味 口感就很像那种汤圆啊 就是那种糯米的味道 然后它里面就是那种蛋黄 然后又加了一点芝麻和很多肉松 吃起来人就一口下去很有满足感 你知道吗 这种糯米制品一般吃起来都是很有分量 很扎实的那种感觉 我觉得好吃耶 我今天还特意穿了一件绿衣服 就为了配这个青团的 再来第二个 闻起来也没什么青草味 就你们在国内吃的青团 是会有那种青草香的吗 这个吃起来好像会有一点渴 好像需要去拿点水 我去吃完这个我去拿点水 好好吃啊 我觉得我可以把这五个全吃汪 但是我认为我应该再给它至少留一个 先去拿水 先去拿水 就你们那里吃青团一般是吃甜的还是咸的 反正我不知道真正的青团到底应该是什么味道 可是我觉得这个的味道挺好吃的 就是如果有机会的话 我一定会再买 真的不错 我觉得喂小的人估计吃两个就有那种饱腹感了 然后好像做这个也不是特别难 我妈在家里有做 但是我在这边就吃不到她做的 可以吃到就嘴上会有那种油的感觉 因为它里面可能还是放了一些油的 就是跟肉松什么的 三口一个 最近还有两个 你们知道我在想他们吗 我觉得我剩下两个还是留给她吃好了 但是总结起来我觉得青团不错 至少这个蛋黄肉松味的 如果你平时吃粽子或者吃月饼都是爱吃蛋黄馅的 或者你喜欢吃面包上面有肉松的 这个青团一定不会让你失望的 它的表面就是那种QQ弹弹 然后吃起来很有嚼劲的皮 一口下去包裹着那个肉松还有咸蛋黄 还有芝麻就是香气四溢 然后一口下去就特别有满足感 大家如果还没试过青团的真的可以去试一下 哎呀我看着他们还是想吃 好纠结啊 要不再吃一口 再吃一口吧 再吃一口 真的很不错 如果你们有机会试一下的话 要去买要去买 你看这边看的还是两个完整的 那这一次的网红青团试吃 我觉得是成功了 就是对于我来说 第一次吃的情况下 我觉得我是会再去买的 所以我觉得如果你们在的地方有卖的话 你们可以去试吃一下 其实它就像一个包裹着肉松的汤圆 对吧 就是个都大一些 然后绿绿的 好那希望这个视频大家看得开心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